原味烹調 Bung to Table 舒服美學 Dreams come true 我們的幸福主張 就是健康心主流 什麼是幸福 耐心等候是一種幸福 當初這鄉下老家 拿回一小結的火龍果質感 就這麼隨意地 插在花園的一個角落裡 沒想到火龍果卻展現 驚人的生長力 如今我的花園 也有了特別的一角 如果你會逛花市 你會發現 那些種子盆栽裡面 有一個盆栽非常的可愛 毛茸茸的 小小的 就叫小綠鑽 其實它就是火龍果質 栽培出來的前生 可是要把這麼小小的 那個火龍果質 變成這麼大顆的火龍果 太難了 我現在讓你看看 真正的大可愛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哇 可是最近我發現 為什麼我的火龍果 都長得好像營養不良 魚爸爸說 第一 我給牠種錯位置了 為什麼呢 火龍果需要比較大的盆 讓牠的根 主根一定要有空間長大 我也沒有給牠一個大的什麼呢 支柱 讓牠支撐長高 所以牠也沒辦法開花結果 那今天既然已經到這樣子 要去把它拔開很可惜 我們乾脆就來分珠 從這邊 一根 我這樣就有三根火龍果了 那我呢 刻意再留一根給牠在裡面 但是呢 留一點點這個讓牠攀 攀在這個組織幹 蘆瀉松旁邊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好好來培育 我的火龍果苗 魚爸爸 你說那個火龍果要換盆 大一點的空間給牠對不對 這個盆可以嗎 可以 夠 在幫火龍果要種進去之後 到底牠土有沒有要特別注意的 牠的泥土要比較乾燥的 那我們直接把它擦下去就可以對不對 對 好 我來支撐牠 看這隻太小了吧 這隻很難看耶 剛剛我有夾 火龍果需要大一點的支柱 只個 換一個大一點好不好 而且這個還滿有造型的 等一下我們把它靠在我們的柱子旁邊 對 對 OK 中間稍微跟牠壓一下 壓一下 我們開始來種 這是發芽的地方 往上 那只要真正壓下去就可以了 OK 讓牠靠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一樣 一段 一下一段大概 那有這個比較長的靠這邊 好不好 好 哇 沒想到 這樣子就很美耶 我現在要上去 踏上去的時候 要上高一點怎麼辦呢 讓我們再綁住 才不會掉下來 所以牠每一節長出來就固定 對 好 那我現在也搬過去 好 來 讓火龍果從這樣的一個小種子 到有苗 到長大 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果呢 要等五年喔 而且最重要在這五年當中裡面 你要給牠一個大的空間 讓牠的根能夠向下扎根 然後接著呢 我們要給牠一個靠山 我們先有一個小的枝幹 讓牠先把所有的這一節一節的分珠 在一起靠在大柱子上面 接著呢 你就要按時候浇灌 浇灌的時候要注意喔 泥土要鬆 不能太濕 我們通常看到 這些有多餘的根的需要 牠是牠的什麼呢 營養吸收的吸管一樣 這個鬚鬚呢 當牠下雨的時候 牠自然的會吸收牠的水分 所以千萬不要把牠的鬚角 通通都減掉 那麼呢 當你不澇水的時候 這些營養就進不到裡面囉 那再來呢 在等候的過程裡面呢 你千萬不能交集 像Kevin說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長大呢 你要耐心等候 牠就會按時結果子 火龍果燕紅的外觀十分搶眼 加上果肉棉細又富含膠質 但是這顆果實 可是要等上幾年才吃得到喔 所以囉 今天開心農場裡 我的幸福主張是 等待是值得的 至於我們家Daddy Kevin的幸福主張就是 在廚房裡為所愛的家人 烹調健康原味的料理 今天的幸福菜單就是 樹炒糯米飯 以及綜合香菇樹根 去年十大死因呢 No.1 Killer Cancel 你知道嗎 癌症 每三分多鐘呢 一個人死於癌症 三分多鐘 對 所以呢 到底是肉粗的問題嗎 很多人呢 覺得是吃很多肉 所以得癌症 其實問題不在肉 如果您也是吃粗 可是你吃很多 這個Processed Food 就是 加工再製品 加了很多化學成分 這些都是致癌物 所以吃素的人也會得癌症 OK 可是呢 我們今天呢 鼓勵一個禮拜 要低碳 一個禮拜可以來吃兩天三天素 不錯 可以爽肉多菜 That's right 均衡的營養最重要 但是我覺得最起碼的 就是要透過正常的飲食 是要懂得料理的方式 要 還有吃法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一個素食料理 可是是健康素 不是很多的 一些再製品的 那個素肉啊 什麼的 不是喔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什麼呢 要做一個 素炒糯米飯 搭配一個素的中和香菇根 Yeah 所以呢 湯頭也很重要囉 因為今天你不是雞高湯 肉高湯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做一個素高湯 OK 素高湯 它其實也是很營養 對 OK 來 開火一下 你來爆香 一點香油先 香菇蒂頭 那我先放薑片 我先放 好 可以 給你爆香 這個鍋子一點熱度就好了 水珠慢跑 這個要放下去烤也可以 對 也是很香的 好 薑片跟香菇蒂頭放下去之後呢 我們先用乾烤的方式 對 乾烤過程裡面 不要一直攪動它 蓋起來 讓它在鍋子裡面 直接來乾烤 That's right 一般那個素湯很喜歡 聚厚淋香油對不對 對 不要我們在一開始用它來爆香 讓它融合在爆香的香 That's right 那一點點就好了 可是蔬菜就很重要囉 蔬菜如果不同的蔬菜 不同的屬性 OK 所以你切要熬一鍋湯 你的蔬菜切大小的比例很重要 如果你切太小烂掉 這個湯變味 如果你切太大 不透 然後這個營養甜分掉不出來 營養出不來到你的湯頭 OK 所以呢 其實這個 你就one cut four就好了 一切四 OK 好 那我其實有些時候蔬菜 我喜歡大塊煮 然後這個 蠻小的 所以呢 其實你看它一定有一點空心 所以拿來熬湯 這個OK 這樣去熬湯 那這個呢 比較慢放 因為這個celery很快 很快少 好 那這個綠花菜的梗 OK 好 就是這樣 OK Just like that 好 好 放一點油 爆香 就有香氣了 對 一點點就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蔬菜湯呢 熬起來這個湯頭 我要做油飯 OK 那這個其他的這個湯頭呢 我要來做根 可是根你知道很重要的 台灣人喜歡吃根 可是往往是勾芡 那現在有毒澱粉 所以我們用什麼來勾芡 白木耳 That's right 白木耳又有植物膠質 然後呢 它又不會改變你的湯的味道 因為它白木耳是只是勾勾而已 它有植物性的膠原蛋白 在當中 OK Very good 好 等一下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機器 打一打它就滾 就全部就是攪成泥泥這樣子 OK了 可以了吧 好 可以了 好 讓它的香氣一嗆的時候 浸到我的食材裡面 那這個玉米啊 等一下你咬一半 我咬一半嗎 這樣感情才會更好嗎 OK 好 那我們這個也下來囉 哇 這樣的一個湯 是不是天然的蔬菜 OK 小心 好 Good 轉小火放是對的 OK Good 好 西洋請等一下再放 這時候要轉回大火 OK 那油飯只要好吃就好 我加紅蘿蔔丁可以嗎 可以啊 它更美啊 那我加這個piece可以嗎 可以 這個piece我跟你講 撥出來這個中等的 可是中等的Q 我們不要放多 可是可以讓你的這個素油飯 增加營養跟增加色澤 然後呢 我們現在再來加一個花生 哇 北桿的油花生 然後它的花生 你看我自己煮啊 帶殼煮紅肉 紅皮的 嗯 So sweet Yumum 好吃耶 嗯 帶殼煮再把它剝開 對 好 然後這個很簡單 你把它洗一洗 好 因為它這個有泥土嘛 把它刷一刷 然後呢 哎 你去採蘋果 哇 嚇我一跳 我要加蘋果 我要加在湯裡面 對 趕快去 趕快回來 來 給你回來看 哇 我們種了蘋果了耶 對 我来吃吃看好不好 So cute 大的比较好吃 不要啦 我吃大的啦 好像green apple 我可以瘦身 今天苹果比较小粒 因为长得太多了 可是还不错 还不错 好 你把它挖一挖 然后浸到汤里面 下苹果用水果露菜 我们把这个花生 放下来 带壳煮呢 它更甜 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用扫水来煮 所以呢 你不用全部腌过水 因为这个花生 是腌在水里面 一半是没有腌在水里面 上面是靠紧的 OK 然后你盐巴加下去 就把它开中火 滚了那个小火 半个小时 关火焖15-20分钟 这个花生特甜的 OK 好 蔬菜要炖很久的时间吗 今天的蔬菜蛮大块的 我给它炖25分钟 美丽你知道吗 好吃的油饭要有好吃的香菇 That's right 台湾出门就是香菇种得很好 这是什么香菇 这个这一次买到很特别 这是段木香菇 在埔里的 然后这种就是他们要一根根木头 然后在上面打洞 把菌种下去 从段木上取出来 所以它是一根根很干爽 哇 看起来 不要小看它薄薄你知道吗 你看那么薄 可是特香 以前我都习惯用那个 什么厚厚的花菇什么的 那这个 如果因为薄 其实你可以斜坯 它就变有一个厚度 Good OK 可是那么好的食材 千万不要用很多油来炒 我们今天搭配什么食材呢 我们今天搭配这个饱包对不对 好 先热锅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打开里面 让它撒一点点这个盐巴 OK 那你给它在里面一点咸度 那你外围呢 你只要嗆一点 就是酱油的香气就好了 不需要太多的酱油锅在外面 你懂意思吗 对 一般外面我们看到倒包啊 习惯就是放在卤汁里面 卤到它很入味 可是就是吃不到那个里面的豆香 对 跟原味 OK 那这个呢 不要太热 水珠慢跑就好了 好 那这个要让这个比较香呢 有一个技巧 等一下你用这个姜的一个香气啊 去煎这个倒包 特香 那我们不要太油 就是一点点油够你煎 煎这个倒包就好了 好 足够哦 这个油你把它散开 足够让你煎哦 然后呢 我们就是来煎金黄色 其实从这个煎倒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吃素一定要用油炸的 尤其倒包 我们只用一点点的油还可以爆香的姜片 把姜片的香气一点点的油呢去煎倒包就好了 那姜片把它包在里面也OK 可以吃的 姜很奇怪哦 煎过那个香油以后哦 那个姜特好吃的耶 很香 OK 盖起来 中小火 两分钟 今天哦 你看我们肉的油饭哦 荤的油饭都是红葱酥对不对 素的人不吃红葱酥 没有红葱酥 OK 你不能算酥 对 所以我今天来一个姜酥 OK 那我们先来一点油 我这边不要太大火300度F就好了 然后再来一点点香油香气 OK 这个姜有没有把它酥酥炒起来 你这个油有姜味有没有 很适合炒油饭 那我们给它炒到浅金黄色 OK 其实如果说你把它炒回酥呢 这个不吃油 这个油留给你炒油饭 我来翻豆包 那翻面你就不要再加油了 Good 好像素排 很好 好 输了你看 赶快来给我一点盐巴在这个姜这边 Oh yes OK 好 那我们呢 红萝卜呢是脂溶性的 OK 所以它要有一点油给它煎 OK 我不要把它煎到熟 你懂意思吗 那为什么我要拿起来 因为它很快熟 等一下我要煎油饭 煎到最后剩一分钟我才来加回去 这样我的红萝卜刚好熟味很甜 OK 然后呢 这个米呢我们给它泡十分钟就好了 OK 给它这样炒 炒五分钟 当我用五分钟来炒这个米的时候呢 它会很伤 OK OK 好 因为我们是用很少的油来煎 对 所以呢你锅子要一定要贴锅 然后铲子要贴在下面 不是在上面 那你帮我凉汤 三杯半的酥膏汤 关火了吗 没有 要烤这个 其实这个香菇 你用干烤的也可以 你就是给它摊平 这一点要是个技巧 我们以前在炒香菇的时候 习惯第一个油要多 第二个呢 习惯一直在油中炒来炒去 反而呢 那第一个它很会吃油 第二个呢 更容易把香菇的甜分香气流失 那我怎么让它香盖起来 盖起来在里面自己炒自己 OK 好 那我加一点淡色的酱油 那淋在米上 因为呢你酱油淋在锅子 锅子比较容易烧焦 OK 淋在这个米上 那这我帮你切啊 没有没有 你帮我炒这个 对啊 帮我炒这个 快速给它炒一炒 好 盐巴再来一点 可以了 我们五分钟后呢 四杯的米 三杯的高汤 一大匙的汤头 是要等一下给这个 红萝卜去吃它的 OK 这个米粒一定要炒烹它 不是熟它 你太热 太多油啊 反而把它熟它 那个米不会烹 那你的米粒啊 你吃起来会很脏 OK 好 把它铺平 然后盖起来 先给它三分钟后 我要放红萝卜 好 你把它当肉丝 这样子切它 OK 然后呢 当然你不喜欢太长 OK 你把它切一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对它 来炒它 哇 好有香菇味哦 对 你看 多干爽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树肉丝 树肉丝 全部炒好不好 好 OK 好 那我们呢 加一点酱油香 因为香菇有点酸性 它一定要吃一点酱油香 OK 然后呢 胡椒粉 OK 来一点酱油糕 哇 这一大盘菜看一下就已经很有味头 很好吃 是啊 好 这个打开 那我们把红萝卜赶快撒上去 OK 好 那我们这个汤头 时间已经到了 我要把这个西芹放下去 像这个呢 Claire很喜欢吃 那我就给它 一点那个海盐 好 来 这个给你 那像我很喜欢吃红萝卜 所以这样的煮法呢 汤头是甜的 醋的高汤 可是料还是可以吃的 这个叫什么 当桂叶 还有西芹下去 给它五分钟 多健康啊 你看 你煮汤的东西还可以拿来吃营养 因为你煮得刚好熟 OK 懂吗 好 那我们这时间就到了 好 好 把它拌一拌 青豆 好 OK 已经 已经刚好收干了 有没有看到 OK 然后呢 让这个豆进去 拌一拌 OK 然后再把花生粒 铺在上面 紫色的花生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那至于这一锅料呢 看你要不要 拌进去 要就拌进去 不要就是当上面的 当阿比锅 拿一个杯子来 OK 要拌的 你看这个米粒啊 粒粒分明 那我们先把一半拌料 一半不拌料 来 这一半拌料 这颈克也不错啊 那这一半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这样子 把这个料有没有 铺在上面 香菇 OK 那因为它是素的 没有关系 不是肉 然后呢 这边呢 把一些花生粒 放在上面 然后把红萝卜 放在外围 OK 然后呢 把粒粒分明的米 哇 OK 来 哇 你看 很美吧 很美 对不对 非常 这样子 很棒吗 可是少了一个根 我们要来煮根了 That's right 根也可以健康 OK 可是呢 我们要用 白木耳的胶质 来勾芡 OK 这个白木耳你不用泡 不要把营养都泡掉 你只要洗 然后呢 30克的白木耳 配6杯的水 给它打 打到怎样 打到这样子 有没有 有 creamy creamy 好像勾芡这样子 OK 这样子就可以当你的根 可是当然这样子 没有这个高汤的甜分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 对这个素高汤 好 可是呢 根喜欢吃什么 高档的话 笋 对 OK 这个笋 这样比例就好 好笋 它会让你的汤头 是另外一种甜分 那当然我们汤头 不要只是喝汤 要吃食材 那这个食材很好吃 那大概给它 0.3公分这样子 有一个口感 要完全薄到 只是好像 喵喵这样细细的 OK 好 来 我们这样子 给它下去 煮汤很多人习惯 很多的汤水下来 就下去煮 去煮 把那个笋的甜分 很容易流到你的汤头里面 你吃这条笋 它不甜 OK 所以我这边 先把这个素高汤 也是一起这样下 那我这样一点点汤头 先给它 切 所以当你吃这个笋 保证很甜 那刚才我们煮的 这个红萝卜 刚好熟 对不对 最后再下 OK 那你就不用再用 新鲜的红萝卜 你就是 刚才 就是熬树高汤 我姐发现这样 炖得刚好 红萝卜颜色超漂亮的 对 那因为呢 过熟的红萝卜 有没有 会变味 然后变有点灰色灰色这样 所以当我们煮的差不多熟 我们应该先把 快熟的红萝卜 就把它捞起来了 对 这个笋会蛮快的 那你打开 我现在要兑这个汤来 就要看你要稠度 个人喜欢三杯 三杯兑两杯素高汤 因为你切笋要清爽的汤 不是狗狗的汤下去 请 你懂得意思吗 我懂了 然后其他的料 等到它已经有胶质的汤 刚下去了才加 才会浮在上面 对 不会结在一起 是 我懂得意 你会不会有胶质的汤 我懂得意 你会不会有胶质的汤 在这边 你会不会有胶质的汤 就要看 你会不会有胶质的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么好喝的树汤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把白木耳煮成咸的 然后滑口比吃到外面更有没有罪恶感 你知道还可以帮助现在讲的 要多吃一些胶脂的东西来排毒 对 所以如果偶尔你要吃树 太好吃了 所谓的健康树是什么意思 你用上等的天然食物 你不要用很多的做的树肉啊 树鸡啊 树什么啊来吃 因为这些面粉类 淀粉类的东西 它不是天然食物的营养 这些全部是菇类 红萝卜 笋 都是天然的食材 然后你知道吗 我觉得吃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叫油饭 我们叫做树炒糯米饭 真的就是糯米的感觉 没有油啊 吃到里面是粒粒分明 弹性 弹性 都还在 然后就吃到食材 你刚才讲得对 最后才放下青豆人 我一直担心青豆人不会熟 它熟了 而且刚好脱不会变黄 你看红萝卜啊 你每次吃便当 它是不是变灰色 对 这个是没有色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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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